台江国家公园是台湾第八座国家公园 以推动湿地环境教育为重要使命 并于2012年取得环保署的 环境教育设施场所认证 透过台江湿地学校 搭起民众亲近湿地环境的平台 切磨纵横的余温 棋盘罗列的磕棚 不仅吸引动植物门的聚期 更创造在地居民的生活模式 斑驳战役的古墙 挡煞祈福的剑师 也静磨伴随世代的风华变迁 台江湿地学校针对不同的对象 特别规划出多元的教学方案 希望让更多的民众能亲身体验台江湿地能 抹尾龙掌植物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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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的那个壳上面的锯齿是圆圆的 你跟它在走路 太光慌了 注意看喔 抹尾龙掌植物门 动手操作 观察记录 戏剧表演 闯关解题 定向搜寻 议题讨论 环境行动 这区居民现身说法等不同的教学方式 提高参与者学习的乐趣 引领其对环境产生敏感度 从喜爱、了解与感动的过程中 更珍惜我们的环境 从2012年开始 台江市地学校便积极与教育单位建立伙伴关系 透过办理教师研习 让老师们知道 台江市地学校提供了优质的户外环境教育课程 并由专业的环境教育教师负责教学 绝对是户外教学的最佳去处 几十年来没有说带水到沙洲去 然后帮他浇干 这个经验是蛮难得的 穿上姐说她已经跳脱以往的 自私上的节奏 她是用她当地的一个角度来看那些事情 她当地的人来讲的当地的故事 才会让所有的游客包含老师 才有那个心情感 才有那个生存感触 而且他讲出来的东西才会有幸福 我们内测的是人工机 环境教育 除了正规环境教育的学习外 我们更企图让大学生 对国家公园的保育 与教育的使命 有深入的了解 特别办理台江青鸟团 增进彼此的对话平台 提供大学生服务学习的机会 今天真的去浸滩以后 才发现海边的垃圾 跟我们想的真的差很多 然后像塑胶那些东西 原本的塑胶袋可能已经经过 飘洋好久好久以后 已经变得是又是另外一种样子 我们没有看过的塑胶这样 所以就觉得其实还有很多事情 是我们可以做的 祝你们想象中海的会当 还将海人挑战营的暑假营锐 让大学生与参与的孩子 都能透过清静自然 体验在地文化与自然资源 进而珍视自己生活的这一块土地 秋冬除了黑面皮露 会在翔晓亭渔温出没 台江小小几书员们 也会再次为大家服务 每位游客与家长 看到孩子们的表现 各个都赞誉有加呢 台江市地学校这一路走来 除了专业的环境教育教师外 还有社区讲师 与国家公园环教志工 让课程更贴近真实与多元 诗人叶茨曾经说过 教育的目的不是注满一桶水 而是要点燃一把火 台江市地学校会持续努力 善用台江生态及人文资源 结合创新思维与在地力量 创造优质环境教育场域 传达生态保育理念 并与国际接轨 以达到人与环境的核心公处 台下武漢武漢 打散打散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